本教材使用MMC-BLKNX-V5读卡器进行扩容 该读卡器可以实现EMMC扩容 备份、还原、就砖等功能 多方面拓展你的业务需求 欢迎观看 开机后 检查默认EMMC字库容量仅为4G 如果要安装软件或ROOT这点空间 肯定不够用 第一步 拆解机器 首先将底部的硅胶垫撕开 然后取出底部6颗螺丝 螺丝取掉后 再用翘棒沿着后壳边缘缝隙慢慢撬开 直到后壳完全拆下为止 这时我们已经看见背部的主板 再把固定主板的螺丝取掉 最后把主板取出来 即可完成拆卸 主板取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上的EMMC字库撕印型号 根据EMMC字库上的撕印型号 可以自行购买更大容量的EMMC字库进行替换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 利用固定家具 把主板固定好 主板固定后之后 通过显微镜 可以方便我们拆除EMMC字库 热风枪温度可设置为360度 风速设置为60 大概40-60秒之后 就可以把EMMC拿下 EMMC拿下之后 可用烙铁加息线的方式 将主板上多余的焊息清理干净 最后用棉签加洗板水 就很容易将主板上的杂质清理干净 EMMC被拆下来之后 再拿出我们的MMC BLK NXV5主卡器 和EMMC TF卡接口专用家具 将EMMC放进EMMC TF卡接口专用家具中 然后将EMMC TF卡接口 然后将EMMC TF卡接口专用家具中的电压开关 老虚拟机Ubuntu系统中 并打开MMC BLK NXV5配套软件进行备份 软件打开之后 选择设设备 如果你无法识别设备 请修改Ubuntu虚拟文件中的USB参数 详细请看MMC BLK NXV5使用指南 详细我就不再讲解了 在软件中选中分区中的引导扇区 配置扇区和用户区数据 如果你需要校对备份出来的数据是否一致 也可以像我一样都选下面校验文件选项 最后选择文件备份后的储存路径即可完成配置 完成设置后点击备份按钮 等个2000年后就可以完成备份 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这一刻我启动了时光机加速功能 可见不到一眨眼之间即可完成备份 完成原EMMC数据备份之后 我们把原EMMC拿出来 放在一边 然后拿出一颗我祖传的一颗16GB大容量EMMC 放到TF卡接口专用家具中 再进行还原数据 第三步 还原EMMC数据 继续连接我们的MMC-BLKNXV5读卡器 继续打开软件 此时我们可以看见这颗祖传的EMMC字库容量为16GB 将分区中的引导和配置上去 用户区数据勾选上 这次不用勾选校验文件 再次选择好文件路径 找到我们之前备份好的原始EMMC文件路径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备份好的原始EMMC文件 大小才不到4G 然后我们点击软件上的写入按钮 软件就会以超光速的速度进行写入 并还原旧数据到新的EMMC 第四步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从TF卡接口 专用家具中取出已经写好的祖传 16G大容量EMMC 并放到主板上进行加热焊接 时间再次来到我们的加热台 将热风枪设置为360度 风速设置为60 沿着这颗祖传的16G大容量EMMC周围 一圈匀速加热它 大概沿着它转个7到8圈 最后用镊子轻轻触碰它一下 如果EMMC有归位现象 则证明已经焊接成功 此时再一开热风枪即可 等主板冷却后 再将主板安装回到主机中 主板已经正常安装 接上电源 机器也能正常开机 说明我们数据已经还原成功 因为数据还是原EMMC就数据 此时我们只需要进行最后一步 重新刷写固件即可完成扩容 第五步 打开驱动文件目录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驱动 完成后会提示All done 然后我们打开关改固件里面的商路软件 点击下轻按钮 等待机器连接到电脑 此刻我们再次回到机器身上 通过长按音量加键 再接上USB数据线 系统就会自动下载固件 再次等待一个2000年后 刷写工具会提示一个绿色的大勾勾 说明固件已经重新刷写完毕 最后我们只需要重新插拔一下USB线 重新配置一下网络设置 即可进入到我们梦寐以求的系统 此刻通过系统的英语绘本 APP可以进入到系统设置 我们通过系统设置 可以看到此刻我们的祖传16BG大容量EMMC 已经与这台机器融为一体 最后测试一下系统的流畅度 功能或装个APP直播软件等 就让你自己去开发了 到此教程已经全部讲解完毕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